嗨 大家好 我是HORUS 上一期我跟大家說明了O11 Air Mini的組裝之後 那我這次連同A70一起來做散熱的測試 來大家看一下追求風流的EA-ATS平台 這麼大的機殼來跟A4架構的ITS機殼來比較一下在中階顯卡上的散熱差距 那這次的測試主角還是這張3060Ti 那它是單8PIN的顯示卡 我再燒機的功耗大概在200W上下 輸出是一個HDMI跟三個DP 那它跟公版的3060Ti一樣非常的短 它的背板也做了打穿讓熱風可以穿過整張顯卡 三根熱管的直行排列沒有明顯的彎折 那我之前那張紅膜6900在直立的機殼上溫度會變高 那我這次燒機30分鐘之後把機殼轉了90度 來觀察一下溫度沒有明顯的變化 我之前那張紅膜只要馬上轉了之後 溫度馬上就下去了 那關於這個可以看一下右上角資訊卡的影片 總之不是顯卡直立就一定會熱管乾燒 像這一張3060跟6900XT我現在用的技嘉這個 其實都沒有很明顯的狀況 所以如果你想要買直立ITS機殼的話 這一點可能就要在網路上面多多的查查 那回到測試的部分 O11 Air Mini我這次的差別主要是我水冷的風扇轉了180度 符合原廠裝水冷的方式 那A70用了原廠的透氣側板 那我這次主機板換成Z490i與10700KF的平台 全預設下就可以跑滿4.7G 160W 不會有PL-2卡在125W的降頻問題 只可惜因為散熱器壓不住 所以還是破百度降頻了 那這次就只跟大家分享一下顯卡的溫度表現 風扇配置的部分這邊顯卡 與機殼風扇的PWM曲線都是原廠的預設 那風扇是能裝就裝滿 O11的進氣底扇與A70兩個是用一樣的鐮刀12公分PWM扇 那相信大家如果用貓扇都比我好啦 溫度大概差了7度左右 顯卡的轉速也高了200轉左右 那我把A70的背板拆除之後 差距從7度小到3度 畢竟顯卡背部打穿雖然可以提升風流 但因為ITS機殼這個A4架構中間就擋住了 所以風流也很難有效提升 再說我O11其實是風扇滿裝的 如果它的散熱還輸ITS的話 那真的是笑死人了 當然也可以把風扇拔掉試看看 不過我覺得買O11的人是不會做這件事情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簡單的測試分享 不知道7度的差距你們覺得是低還是高呢? 如果你對於ITS與EAS有不同的機殼風扇的配置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組裝影片見囉 掰掰